整个全黑的打扮,我配了两款不同的鞋 这边是100%的黑,这边是95%的黑 5%变了白色,看看自己喜欢哪个项目 因为这个拖款其实是一个明线的颜色 在领边,全开胸,袋位,三脚手 都是做了明线的颜色,其实白色也是的 对了,刚才忘记得说,想说的布料 也是用明线来做颜色的颜色 所以在设计感上,也是一个很突出的效果 我现在一边摺起了一半,看看自己喜欢 这个手袖口比较阔身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摺起一半,像我两边不同的效果 这个版型是比较短的款式,我盆骨在这里 我穿了这个西裤,也是能够遮住的状态 不需要担心尴尬的状况 是一个全开胸的布料 这个布料也是很值得留意的 因为这个布料是一个有点像西装料的质地 它是滑身易打你的,而且这个抗皱能力 抗皱能力也是挺好的一个状态 跟平时一个比较硬身一些 或者难处理一些的一个卷衫款 这个质地就是它的卖点 也可以做一个有风格的款式 它是既滑身之外,它的布料也可以承托它的款式 做一个型格的观感 选择得很好的,选择的确选择得很好的 后腹有少少延长,有少少的一个开叉位 后方是这样的 黑色这个就实色不透,白色这个就有透的一个状态 也建议衬中高U的货款 如果你说近这几年买的货款,通常都没有问题的 这个版型都是中高U为主的 我现在就衬得比较lady的,也是有整个线条感 那在鞋方面,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边的 这套的造型大约有95%黑 因为你看到是白色的扭,白色的明线 所以在鞋方面,我也觉得可以有多少少的接合位 令到整个颜色通或者整个颜色的配搭上 都是有一个挺好的一个平衡位 好,可以看看这边的那个 小小的示范实验 是的,那都是一个易打理的质地 是的,那有少少巢 但是它都是 拉一拉之后,都是可以平顺化 即是它没有刷三款的那种硬斑斑的效果 是的,有少少巢 不过我觉得也是OK的,那个状态 不过如果你说要比的话 那黑色的抗袖能力就比白色好 是的,还有它的布料呢 现在我这样看,好像有少少不同 因为如果这样看,我觉得黑色这个 是完全是,可能90%多是smooth 可能甚至99%、98% 我也觉得是很平顺 那这个可能是95%或者90%左右的 因为你看到,其实这个整件衣服 这样看呢 它都是有少少骤走地,骤走地的状态 是的,但是黑色是没有的 是的,你会觉得黑色是很平顺的效果 布料也是很平顺 那这个就是可能两个颜色的一个分别 那你会看到呢 白色的部分是有少少骤走地的效果 是的,这个我都会在文字那里注明 给大家看吧 那两只布就有少少抗袖能力不同的分别 是的,我都会说一声给大家听听的 看看 嗯,是的,没什么特别 没什么miss了 是的,一个个性型格一点的style 那如果你想,就是我现在这个的穿袋 就比较这些 那如果你说想型格一点的 襯牛仔裤的效果也是很好看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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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